阿盟外長迪達盧森堡討論最近凶襲敘利亞 以及如何處理日益增長的與俄羅斯的外交危機 伊拉克人在巴加達的解放廣場抗議西方國家凶襲敘利亞 成千上萬的伊拉克人在全國各地街頭抗議美國領導凶襲 兩名哥倫比亞記者被綁架及謀殺事件 提高了在哥倫比亞與厄瓜多爾邊界附近的居民關注人性安全 日本財務省事務次官福田純一否認性騷擾指控 並且誓言要對周刊出版商提出誹謗起訴 預計三千名專家將會出席犯非虐疾會議討論抗擊疾病的對策 並且誓言